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里,其人必有异象,尤其是化身为真农天子的帝王,几乎都有天命不凡的形象。 例如汉高祖刘邦,农准而农严,美虚然,左谷有七十二黑子。 又如隋文帝阳间,为人农汉,而上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 又如宋太祖赵匡义,一乡金素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 但是不论暮射金光的阳间,还是圣光护体的照框印,论形象都没有明太祖朱元璋那样充满传奇色彩。 在现存的历代皇帝画像中,只有朱元璋有着一美一丑两副截然不同的相貌,一幅是明朝官方绘制的正像,一幅是民间流传的异象。 可一个人不可能有两张面孔,朱元璋到底是美还是丑? 我们先来看正像。正像有两副,都出自明朝宫廷画师之首,分别是壮年时期的作像和老年时期的拜圣像。 但不论是壮年还是老年,正像中的朱元璋看起来都审太端章,面庞圆润,俊逸成润,尤其是老年像,给人一种荷尔惊人的亲切之感。 因为正像是官方绘制,受创于皇宫之中,因此有不少人都亲眼看过。 如张翰在《松创梦影》中写道, 在张翰和张轩二人的描述中, 《龙心囚染十二黑子》的太祖旗像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 张轩为《嘉静朝圣人》,张翰为《万年朝圣人》。 可以推测早在《嘉静朝时期》就已有的朱元璋正容的美丑之真。 我们再来看丑像。 现存的13幅朱元璋画像中,除了两幅正像外,其余11幅全部都是丑像。 虽然丑的各有特色,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说好听点叫浓心囚染,说难听点就是猪腰字脸。 即使人的面容会因为年纪的增长而产生变化, 但也不至于偏差的这么离谱。 难免会让后人疑惑,究竟哪伏是真,哪伏是伪。 我们来看看《明太祖实录》和《明史太祖本记》 关于朱元璋相貌的描述。 明建文第十期开始编修的《明太祖实录》记载。 上、双掌、自茂雄杰、致意阔然,独居成念,人莫能策。 清朝编修的《明史太祖本记》记载为 《自茂雄杰,旗鼓灌顶,致意阔然,人莫能策》。 编修太祖实录的史官基本都见过朱元璋的真容, 因此只说了朱元璋、自茂雄杰。 而清人修明史的时候加了一句旗鼓灌顶, 很明显受到了后来龙心求软的影响。 根据年代的远近, 我更相信见过朱元璋正容的《明朝史观》的记载。 当然,林间一直流传有宫廷画师 在绘制时故意美化朱元璋的故事。 其实这个故事早在明朝时就已经有了。 明朝中院的文学家陆荣在其《苏元》杂记中写道, 高皇帝即化功传血玉荣,多不称之, 以示探之上意,稍于行思以外, 加莫莫之荣以尽,尚懒之,甚喜, 不传教本,以示诸王。 陆荣碑基石道庭所说, 我们在看曾做过宫廷画师, 给朱元璋租帝画过玉荣的名著画家王福是怎么说的。 他在《书画传习六中》写道, 写成故然,而谢玉荣则有然, 何者,画之者已设,而弃一所以, 求其行思以幸免于利, 何侠更积及行思耶。 以王福的说法, 宫廷画师大多只能做到行思, 而且也不会因为画的必生而受到责罚, 因此朱元璋杀画丑画的画师, 少画美画的画师, 恐怕与事实不符。 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后代的帝王像, 反推朱元璋的阵容。 下面一字是朱元璋的儿子朱棣, 孙子朱高赤, 曾孙朱专基, 他们都有一个脸型圆圆的特点, 如果朱元璋真的长了一张猪腰子脸, 朱棣,朱高赤,朱专基, 子孙三代为什么完全看不出? 总不会是马皇后给朱元璋戴了绿帽子, 又或是大明朝的皇帝都开了美颜绿镜吧, 可既然端庄的正像是朱元璋的真容, 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丑相流传呢? 明摩人谭谦认为, 太祖号威行朝外事, 孔仁石其茂, 所赐朱王侯玉荣, 盖遗相也。 清朝人宋启凤认为, 或曰凝固者, 上岭公为之, 宣威外遇尔, 非真也。 不管是孔仁石其茂, 还是宣威外遇, 他们都认为丑相的存在, 是明朝官方有意为之。 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这还要从明称主朱棣说起。 禁难之意, 朱棣夺了直至朱允文的皇位, 除了所谓的禁难之外, 朱棣还需要其他的名头为他的皇位证明, 于是他就看上了项面之书, 找到一帮术士, 证明自己有当皇帝的意象, 命令就该当皇帝。 朱棣把自己的面相和皇位扯成关系, 那自然也要帮朱元璋的御荣神话一番。 明太祖实录中记载道, 郭子清见朱元璋, 撞毛其尾异常人, 这才作为亲兵甚为亲爱。 可朱元璋自己写的《梦记》中, 并没有说自己深得其冒才被郭子清看中。 此外, 朱元璋还经常说自己是怀有不一, 并没有刻意强调自己有天人之姿。 事实上, 明太祖实录在朱棣当皇帝后, 经过了两次大修, 极有可能是朱棣为朱元璋加上了撞毛其尾异常人的设定, 从而印证朱元璋能建立明朝, 是因为他面相不凡。 朱棣在修明孝林的功德碑时, 将朱元璋的容貌进一步神化, 浓然常欲, 然善上旗鼓引起至顶, 为仪天表望之如神。 也就是从朱棣开始, 朱元璋的容貌开始向浓延转变, 也就有了明史中朱元璋旗鼓冠的说法。 在古代湘面书中, 头骨方针而大, 被称为腐蜥骨, 这种面相被称为日脚像, 是帝王相貌中的喜品。 例如锦太潮编修的古今建想中, 是这样描绘朱元璋相貌的, 龙头父母天地相朝, 五月清父日月离天, 福谷察然声音洪亮贵不可言。 天地指天庭和地阁, 对应人的额头与下巴, 天地相朝可不就成猪妖之脸了吗? 五月俱父分别对应眉骨, 鼻骨,全骨, 可是真要行通五月, 那这张脸也好看不到哪里去。 实际上在古人眼中, 帝王之相没有眉仇, 最核心的要求是齐, 只有异于法茂才有帝王之运。 朱元璋到底长什么样已经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是否符合后人对这位传奇天子的想象。 在这种观念下, 朱元璋的上茂从最开始的怀佑不依, 到壮茂其为异常人, 再到旗鼓关顶, 最后到天地相朝五月俱父, 从一个普通人, 一步一步变成了天龙人, 又在民间的不断加工之下, 最终走向另一个极端, 形成的现在, 一美一丑,其然不同的两幅帝王像。